解放军海军,一直都在透过建造一系列新的,更有能力的水面舰艇,来补充舰队规模。 同时也开工多艘055驱逐舰,追赶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距。 目前055驱逐舰的,已知在舰和未服役数量,已经达到6艘,加上已改装完毕,或处于正在改装和计划当中的驱逐舰。 中国在2022年将至少拥有45艘区域防空驱逐舰,规模仅次于美国。 综合报道,90年代之际,中国先后建造了052、051B多款导弹驱逐舰。 到了90年代末期,又从俄罗斯手中,购买了4艘,在当时效能称得上是相当先进的现代级导弹驱逐舰。 不过随着一系列新锐导弹驱逐舰的服役,加上亚洲宙斯顿舰的蔓延,这些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老舰,面临到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。 对此,中国先后对包括哈尔滨号、深圳号、杭州号在内的多艘建造,或采购于上个世纪的老舰,进行大规模升级和改建。 而继中国现代级的首舰杭州号基本改造后结果来看,从其建议137号浮舟舰,据传也已进入现代化升级当中。 从网传照片来看,137号浮舟舰的改造进度相比航舟号明显变快,甚至有极大的可能提前完成改造任务。 与正在建造的003航母,在将来一起下水。 报道提到,近年来随着056护卫舰和054A护卫舰的建造计划即将完成。 解放军海军开始将更多的精力,用于建造大型导弹驱逐舰,以及翻新仍有价值的老舰上。 目前,055驱逐舰的已知载舰和未服役数量,已经达到6艘。 而052D驱逐舰,据传,最终也将建成24艘。 若加上已经改装完毕,或处于正在改装和计划当中的2艘052,2艘052B,1艘051B,4艘现代级,以及6艘052C驱逐舰。 中国在2022年将至少拥有45艘区域防空驱逐舰。 规模仅次于美国。 中国055级大型驱逐舰,与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类似,被誉为是亚洲第一驱逐舰。 是上榜五种船舰中,唯一在21世纪后才出现的新锐舰艇。 它舰长180公尺,排水量约超过1万吨。 船舰配备各种形式的导弹,还有112个导弹发射筒。